各位同學,我們今天要講的微信概念 叫做1-2-2-1-2-1 中文翻譯叫做二元運算 我們這邊先給一個定義,什麼叫二元運算呢? 定義是這樣子 1-2-2-1-2-1 一個二元運算,它名字叫做 這個符號叫做星星STAR 一個Banelian conditionSTAR SET 它是在一個集合上面的二元運算 它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函數 函數的定義率剩在哪裡呢? 是S cross S 就是S自己跟自己的Cardition同感 所以這是它的定義率 它的對應率是說到S 所以有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一個函數它的主要構成是什麼 就是函數的名字叫做STAR 然後從S cross S送到S 那我們基本上的寫法會是說 當我們A跟B 如果都落在S的時候呢 它送過來是送到什麼? 如果是標準的寫法的話 就是STAR 就是我們的函數的標準寫法 那實際上呢,因為我們這邊是二元運算 所以我們在這邊會特別用這個符號來代表它 就是A字打B 這是我們二元運算的基本的定義 那實際上 這個定義實際上就是告訴你說 它是一個函數從這裡到這裡 那所以我們這邊有什麼要注意的話呢? 就是有什麼要注意呢? 那基本上有兩個 兩點要注意 Keypoint 是兩個 那首先呢,第一個就是 函數 所以它是對任何在我的 斗面的東西都有定義 所以就是對任何A,B都在我的S 那我的A,B,V 一定要有定義 一定要有定義 這是函數嘛 就是 斗面送過去一定要的東西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Keypoint 那第二個Keypoint 我們要看成呢 就是 我的送過來的 函數送過來 一定要不要送回去 送到我的對任率是S 所以呢 一樣是對任意的A跟B 落在S的話 那A,B 不僅一樣有定義 而且呢 定義出來的東西 也一定要落在我們的這個 這個G和S裡面 所以這是我們從 這個定義解圖出來的 兩個你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們下面來看看 用幾個例子來說明一下這個概念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定 這個例子是 課本的2.19 那我們的S 是用我們的優位數的Q 那我們的START的運算呢 是這樣子定義的 如果A,START的B 是A除B A除B 好 那 這個運算呢 它會不會是我們的 班農利亞的Volation 那答案告訴你 它不是班農利亞的V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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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從小 從 從 國中就學到了 當你 做一個儲法的時候 你要注意你的那個 儲數是不是 0 那這邊的話 如果A 如果A是任意的 有理數沒關係 那如果A是大0 那 在我們這個定義 會有A除B0 那這是沒有定義的 我們 我們 做儲法的時候 我們不允許分母是0 OK 所以這是沒有定義的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Volation 它不是班辣利亞的Volation 那 這過來呢 那 有一個跟它類似的 我們可以微調一下這個 這個 班辣利亞的Volation 那怎樣微調類似呢 就是 這個是大 會是個班辣利亞的Volation 在這個集合裡面 在這個C的集合裡面 在這個C的集合裡面 叫做 正有理數也就是 哪一個Volation 它會是 這個時候 會是一個 那為什麼呢 我們就是來 check一下這兩個 好 check一下 第一個 然後就是 如果A B 是正有理數的話 那A除以0 是有定義的 沒問題 因為基本上 這邊只用到 分母V 是打於0 OK V不是0 就行了 實際上 這邊只用到 V不是0 這邊可能 突出一下 因為 V不是0 因為V不是0 我們就可以定義了 OK 那重點 是 在第二個 第二個 是寫得更詳細 就是 我S大V 然後呢 定義是這樣子 那我們要確定 它是落在這個集合裡面 它是一個正有理數 所以呢 A是有理數 B是有理數 我們知道 有理數 注意有理數也是有理數 OK 這是我們 國中就學到的東西 所以它是落在Q 然後呢 我們也學到了 一個正的時數 除了一個正的時數 還是正的時數 OK 所以它是大於0 就是在滿足的 這邊的環境 所以我這邊 就 在這邊 這個例子的結論 就是 A10大V 它還是一個正有元素 也就是我的T 所以呢 就是 我今天幫你證明了 這兩個 幫你說明這兩個 A10大V 還是 在 這個T的元素 所以呢 我們的結論就是 我們這個 A10大V等於 A除V的 這個 Binal 這個 運算呢 實際上 是Binal Operation 在這個 機構裡面 是Binal A11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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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